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岁 原来是佛山市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总 患上癌症后退休了 2007年4月 我由于变血和经常发烧 去医院检查身体 经诊断患上乙状结肠癌 按照医生的建议 做了一次肿瘤切除手术和四次化疗 每次化疗结果 身体都非常难受 大小便频繁 挤进失进 人全身乏力 那差脱发 我当时觉得活着真累 真的很不想再去化疗 但是医生说 如果不化疗 癌细胞就会扩散的 在2007年11月的时候 我的亲戚 来我家 向我介绍了周明时令养生 随后 通过咨询刘承恩院长和梁奇文养生师 我调养了大约三个月 之后 我的癌症三项指标恢复了正常 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 而且 调理后 我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家人对此非常欢喜 于是我放弃了医院的治疗 只是一直坚持调养 到现在已经有六年了 在这六年里 我的身体状况也出现过波折 但总是趋势是一年比一年好 同时我也认识到 癌症并不可怕 癌症让我重新认识了生命 第一 人要懂得因果之理 古语云 极善之家必有余庆 极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种瓜必得瓜 不可能种瓜得豆 不懂得善待自己身体的人 必然会有患病的后果 回想自己调养前的生活习惯 每天基本上都是凌晨入睡 早上七点左右才起床 常常吃宵夜 喝酒 喜欢吃厚味或带刺激性味道的食物 以肉食为主 也常常因工作上的问题而发火 人 极易焦躁 十几年这样的生活 带来的结果是 前列腺炎 肺结核 糖尿病 乙状结肠癌 后来通过调养 特别在看了刘院长 善待癌症的养生讲座光碟后 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 如何善待自己的身体 从一开始调理 我的生活顺应自然 规律 每天二十一点前睡 三到五点钟起床 饮食上吃全素 以山药为主 且按着气候的变化而忌口 三餐不吃饱 特别是晚餐 不饿不吃 心态尽量保持平和 坚持这样做 我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原来脸色红浊 脱发 手脚麻胀 手够不到后背 大小便 极频繁 周身乏力 说话无力 小肠善气 那差 晚上更是由于 二变不断更替 致使 睡眠质量非常差 严重时 一宿只能睡一小时左右 而现在的我 头发变浓密了 晚上睡着的时间长达六个小时 手可以勾到后背 小肠善气消失 浑身有劲 胃口好 精神爽力 我的血糖也稳定了 原来空腹血糖最高可达8.37毫木尔每升 现在维持在5.65毫木尔每升之间 所以我坚信刘院长所做的比喻 养生就像减米粒 我就是由于每天坚持 顺应自然的生活起居 每天不断的减米粒 才有今天的我 所以我感谢刘院长和养生师们 把这么好的养生文化交给我 让我重新认识生命 懂得如何去爱护和珍惜自己的身体 第二 素食有利于身心清静 以前的我非常喜欢吃肉 特别是油炸过的 吃起来特别香 但是自从进行养生调理后 就一点荤食都不吃了 包括鸡蛋 牛奶 刚开始 全家人 包括亲戚朋友 都不赞成 认为 这样是缺乏营养的 但我还是坚持素食 结果六年后 我发现我的身体有以下转变 一 脸色从暗灼无光 变得有光泽且白亮 二 身上的异味越来越淡 特别进行茶灸后 更是使异味消失了 三 人瘦了 大肚腩消失了 但人 却越来越有力气 以前搬不动的东西 现在轻轻松松就搬动了 感觉自己的体力 恢复到三十岁的时候 四 头发越来越浓密 且有光泽 五 头脑越来越清晰 人 人 也 越来越有精神 心 却越来越平静 朋友都说 我现在 变宅了 约我出去吃饭 我说 不如在家里吃 约我出去喝酒 我说 不如在家里喝茶 约我出去旅游 我说 不如去田园里种种菜 现在的我 对钱财看得越来越淡 觉得 吃得越清淡 越欢喜 生活越平静 心越舒畅 我自从 患上癌症后 从来都不懂得 何为饭前饥饿感 总觉得 肚子里 胀胀的 没有胃口 却还以肉食为主 但 自从 吃素食后 吃饭前 肚子都饿得咕咕叫 第三 养生 重在养心 调理衣食 养生师 对我说 癌症病人 醉剂生气 尽量 让自己 保持平和的心态 我刚听到时 是 半心半疑 经历了一件事后 我对此 是 深信不疑了 自从 患上 癌症后 把事业 全部交给孩子们 去打理 但 由于他们 经验不足 被人 骗了一大笔钱 我心里 非常 焦急 就 发了一通火 结果 当月 去检查身体 检查报告 说 我的 癌症 三项指标 超出 正常范围 要进行 化疗 我立刻 把检查结果 跟 梁启文 养生师 说了 梁养生师 问我 您 是不是 发火了 我问 你怎么 知道 我发火了 他说 我整个 眼带 都是 鼓出来的 眼白 比以前 更加 黄浊 肝 竹 书屑 开窍 一幕 身体 由于情绪的原因 导致 肝 输泻 不利 而形成了眼带 和眼白 变拙 两氧生师 让我先 不要担心 这个结果 检查 先从情绪上 改变 懂得放下 放下 自己的 利益 胸心 尽量 让自己的心态 处于平和的状态 调理一段时间后 再去检查 看看 会不会好一些 我试着去做 家里的生意 放下不管了 每天 去菜园里 种菜 所有烦心的事 都不想 尽量 让自己的心 处于平和的状态 同时 多让自己 接触一些 开心的事 再去检查时 指标 又恢复了正常 所以说 养生 重在养心 这句话 是正确的 特别 对于 癌症病人 第四 中医 使令 养生文化 让我 活得更有 尊严 自从 被诊断 为癌症后 尤其 经过四次化疗后 我整个人 好像一下子 衰老了 十几岁 想干活 没力气 想出去走走 二变 贫乏的 让我寸步 难行 同时 生活上 方方面面 都要麻烦 家人 照顾 导致自己 心里的压力 很大 觉得 活着 只是在等待 生命 解速 而已 心里 有 说不出的痛苦 但 自从 开始 中医使令 养生条理 学习了 传统养生文化 生活 起居 顺应 自然之道之后 我的身体 与心情 都有 很大的变化 比很多 同龄人 都有活力 这让我心里 有 说不出的感激 因为 实践中医使令 养生文化 让我觉得 自己 活得像个人了 变成了一个 尽量 少给别人 添麻烦的人 一个 还可以 为社会 做出贡献的人 同时 我也感叹 为什么 现代社会中 有很多人 总是不懂得 珍惜自己 不断地 损害自己的身体 看着自己身边的 一些朋友 身体状态 比我 这个癌症患者 还不如 心里 不由地 叹道 癌症 并不可怕 可怕的 是违反 自然规律 做着破坏 身体健康的事 却浑然不知 我真的希望 能把中医 使令养生文化 宣传给 更广大的群众 使更多的人 了解到祖先 为我们 留下了如此 宝贵的财富 感谢癌症 让我 重新 认识了生命 让我有勇气 改正自己的缺点 成为一名 与癌 共存的 勇者 本章是来自 广东佛山的 范凡 2012年 12月25日 成恩老师点评 重新 认识生命 是福报 一个耳顺之脸的人 感叹 重新 认识生命 道出了 对回归自然的 一种欢喜 大千世界 能够重新认识 生命的人 数量有限 能够重新认识 生命 也是一种福报 认识生命 是很深的学问 深不可测 但是 只要 从顺应自然开始 就会根据 自己的悟性 及努力 有所收获 多为自己 实现正能量的米粒吧 那是今后的资量 好了 亲爱的伙伴们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让我们感恩 作者范凡 和成恩老师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